我們看看Mandy的問題 她想問招行 她是未有課的 她說短期目標看多少 因為招行上星期出了跨境理財通 其實也有大行說 對招行來說是挺利好的 KK你又怎樣看呢? 我覺得是多一個利好的因素 其實你比較其他內銀股 你見到招行這一圈 都很明顯是走勢很多 因為她是中小型銀行 不需要面對一些比較大的政策 即是你要放貸給中小企 她都中小了 她都放不了多少 她也是在做一些消費性的貸款 而另一方面 就是瓜景理財通對招行來說 確實有多一個利好的因素 因為你做一些比較高增值的產品 即我們叫做非利息收入的產品 而這個招行一向都是強項 所以純粹是看消息甚至乎股價走勢 因為她起碼試一試之前的高位 借近70元附近的位置 即69元之前69.45元 我相信她見的機會應該都大 不過要留意 如果你現在的價格去買 這個買入價也不是真的漂亮的 我會建議你不要重住 你都是一柱線 要不就真的雙頂破了 代表市場可能很好 到時再向上加 又或者讓她真的有機會調整 這一轉的支持位 現在又再變回64元 64元是最漂亮的 但我覺得短線回回去 所以她的機會就未必太大 所以你們可以兩柱 現價66元這些位置一柱 64元可以第二柱